5月7号男人本色的主演房主名谢霆锋 余文乐一起做客肉兽红人馆参加节目录影 既是歌手又身为演员的房主名这次倒是要挑战一下主持人这个角色了 他笑道该问的都会问 不过问霆锋的私事可就有些不敢了 看来被霆锋的腿脚功夫吓得不轻呀 他是叫我问的 不好意思问 但我跟他们说了 我照问 然后他们要怎么回答就怎么回答吧 关于霆锋的私生活 大家都比较关注的这一点我要问 对 我是今天是主持人嘛 兼职兼职闹对不对 所以得问一下下 我不知道 你问霆锋他本人吧 我怕被打到 知道也不能说 对 对不起 霆锋到哪都改不了一脸酷酷的表情 不过不对兄弟动手是他的格言 谈到老婆博之的近况 脸上更是露出一丝笑意 无所谓 反正咱们也是好朋友 而且也没什么不能说 那这个我想大家已经知道我是结婚了 所以也没什么大不了 所以是非常好 身体非常好 所以我只是希望 因为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拍电视剧 而且没有发专辑 而且没有发专辑 有很多歌迷影一直说 为什么没有新的作品 是希望他们会体谅我现在的状况 在努力 那希望好的作品会尽快可以给你们听 动作片中 帅气十足的余文乐不用逼供 老实交代其实自己最想演文艺片 其实我喜欢拍文戏比较多一点 说真的 因为可能我觉得对自己喜欢研究一些演技方面的东西 而且 可能我觉得拍动作片 我就算拍到怎么样 也没有可能像李连杰 像陈龙大哥那些 就是从小练武练大的成就那么高 所以反而可能拍文 这是所谓的文戏比较多的电影 可能对我来说 发展会 或是对我自己的发挥会比较大一点